每個住院的病人 我們就發給一個陪病症照顧者 他必須隨身攜帶 門急診住院 動線分流 陪病人數 不限制 罰陪病症 探病也只有固定時段 減少院內人流 接觸暴露時間 最重要的專責病房規劃 專責病房收治疑似個案 或輕症患者 玻璃桃醫有十二間 敷壓隔離病房 專責病房規劃四十床 臺北榮總有十三間 敷壓隔離病房 九床專責病房 一人一室 獨立未癒 防疫規格比照隔離病房 會視察這兩間醫院 部立桃醫是國門醫院 只要機場檢疫發現問題 立刻厚送 阻絕境外感染 在國內擴散 院內感控整備 也連帶影響二十幾家 部立醫院 而臺北榮總國內榮總國內龍頭醫院 臺北榮總國內龍頭醫院之一 感控怎麼做 更影響全台退府 榮民系統 希望透過這樣單人的病房裡面 把風險減到最低 我覺得在目前裡面 我們重點是陪病的安全 陪病的訓練 日本韓國相繼出現院內感染 臺灣疫情指揮中心超前部署 畢竟一旦發生院內感染 不僅牽連範圍大 還會嚴重折損醫護人員 感控做到滴水不漏 守住醫院防線 三線新聞 林育哲高紫堯林文信 臺北桃園 綜合報導